大家平安 欢迎跟我们一起来阅读上帝的话语 我们正在阅读《使徒行传》的第九章 这一章的经文提到保罗 当时候在神经里面称他为扫罗 怎么样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 在那边遇到复活的主耶稣 那些被主耶稣呼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在《使徒行传》里面 这一个的记载出现了三次 第一次出现在第九章 然后在第22章跟第26章 后面两次是保罗 他在重新讲回这个经历的一个记载 那今天我们不会把那个焦点 放在保罗的身上 我们在第一个回合已经谈过 他怎么样在这段路上 遇到耶稣基督的事情 我想把这个焦点放在 在保罗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两个人 这两个人其实都出现在 《使徒行传》第九章 第一个是亚兰利亚 第二个是巴拿巴 我们会把这个焦点 反思放在这两个人的身上 我们先来看看亚兰利亚 在《使徒行传》当中 亚兰利亚这个名字出现了三次 至少指向三个不同的人 第一个就是那一个欺骗圣灵 卖了产业 但是没有把所有的钱都奉献出来 却欺骗说他自己已经奉献了的亚兰利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出现的 这一个的领袖帮助保罗的这个人 第三个在后面的经文 让我们看到有一个的应该是祭司 祭司长也叫亚兰利亚 所以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 不要混乱 这个名字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 但是在《使徒行传》当中是指向三个不同的人 这个第九章的亚兰利亚他是谁呢 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没有太多的描述 这段的经文只是说他是一个的门徒 但是当保罗在第二十二章 他再重新讲回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给亚兰利亚有更多的描述 在第二十二章第十二节那边 说到他是一个的虔诚人 而且他得到犹太人的称赞 这个很重要 这是第一样我们一同来去思想的 这个亚兰利亚他的生命特质是什么 很明显他是一个虔诚的人 虔诚的人表达了他面对上帝的时候 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他是一个对信仰认真 对上帝认真的一个的领袖 而且很明显他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在这一个的地方 在大马士革的那一个的地方 这一个的基督徒领袖 却是不单单是被基督徒来去称赞 甚至被犹太人来去称赞 我们看到亚兰利亚 这个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他是一个虔诚人 而他这个虔诚人不单单表现在他的宗教行为 不单单是他祷告多少次 不单单是他守这个的节庆还是怎么样 我们也看到他大概是一个待人处事 都非常宽容 都非常很有恩典的一个的人 所以他的虔诚 除了是面对上帝的这种的属灵的态度 他的虔诚也表现在他对人 对事情的这一个的角度 这非常宝贵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认识上帝 我们成为一个属灵人 不是我们头上的光圈有多亮 别人看到我们必而远之 那我想这不是真正的敬钱 很多时候基督徒或者说华人 当我们谈敬钱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把那个的敬钱的范围 就锁定在这个人的宗教行为 他有没有祷告 他有没有读圣经 或者他有没有进食 他有没有行这个的宗教的礼仪 很多时候我们都看 我们在强调属灵属灵的时候 就强调那个人本身 他怎么样的过宗教生活 但是基督信仰 基督教给我们看到的 这种的敬钱 一定也在生命当中活出来 他不单单是要在宗教生活当中 尽善尽美 他也要在对人 跟所生活的那一个环境 带来正面的那一个的 生活的表现跟态度 这非常重要 我想这就是亚拿利亚 我们看到圣经形容他是一个虔诚人 而且得到 不单单得到基督徒的赞许 他得到犹太人 的这个的成长 在这段经文当中 第二个让我们可以 延续下去思想的这个的人物 就是他对上帝的顺服 当耶稣来呼召他 在第十节 第九章第十节 耶稣在异象当中对他显现 叫他要去找 扫罗或者保罗 为他祷告 医治他的时候 我们看到 他其实心里面也抗拒 第十三节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我听说很多人讲起这个人 这个人是来避害我们的 这个人是要来抓我们的 那主耶稣对他说什么呢 你只管去 我们看到 亚拿利亚就去了 这是一个对上帝 对主耶稣的吩咐 绝对顺服的 虽然可能自己不明白 怎么上帝会宽容这一个仇敌 怎么上帝会使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的人物 保罗这样子的一个人物 怎么上帝没有拯救他的子民吗 还要去拯救这一个要来杀害 要来抓納他子民的这个的人吗 所以我们看到亚拿利亚心里面可能还有很多的怀疑 但是他确实顺服上帝 第三我们看见他顺服上帝到一个的地步 他接待了保罗 他去到见到保罗的时候 他说什么呢 他对保罗说 兄弟 必死去解 兄弟 兄弟 我是奉耶稣的名来的 他不是去到那边很不屑的来去看保罗 没有这样子 他叫他兄弟 你是我的兄弟 我接纳你 因为耶稣接纳你 耶稣吩咐我来 为你祷告 把他要你做的事情转告给你知道 我想这是亚拿利亚非常精彩的一种的生命 他虔诚 他顺服神 他因为顺服而带来的那种的绝对的顺服 他接纳 他所不能够认识 甚至可能在他心里面也很多保留的这个的扫罗这个人 他接纳 那当我们看到亚拿利亚这种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快的看到接下来的经文下半段 提到另外一个对保罗很重要的人叫做班拉巴 班拉巴就是那一位在前面的经文 让我们看见他变卖这一个的产业 把一切都交在使徒的面前为了帮助众人的 他也是那一种对上帝敬切 然后在生命当中流露 在生命当中活出来的人 在这段经文当中讲到当扫罗或者保罗去到这一个耶路撒冷的时候 没有人愿意接待他 第26节 那些人都害怕他 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门徒 还是他是假冒的 还是他是一个的奸细 这一个深入在他们当中 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呢 没有人敢接纳他 27节说到 唯有只有 单单只有一个人 那个就是班拉巴 班拉巴接纳他 然后带他去见使徒 我们可以想象 难道保罗这样子的一号的人物 在耶路撒冷出现 成为教会的领袖的使徒们 他们不知道吗 他们肯定知道的 但是他们可能也逼而远之 若不是有班拉巴 停胜而出 唯有他接待保罗 把他带引保罗到使徒的面前 那我想保罗跟这个教会的关系 要建立起来也并不容易 那我们看到这两个人 亚拉利亚跟班拉巴 他们的生命都有一个的特质 那个特质就是他们面对上帝的时候 是敬迁的 而这个敬迁的生命 就引出他们对人的这一种的宽容 对人的这一种的接纳 弟兄姐妹 今天教会的群体 要跟这个社会的群体不一样 不是单单看我们对神有多敬迁 我们读过圣经多少遍 我们祷告多么拥立 多么热忱 那我想主耶稣告诉我们 人要怎么样认出我们 是他的门徒呢 是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 敬迁的生命 引发了爱神 也爱人的这种的弱实 这个太宝贵了 这在亚拉利亚 也在班拉巴的身上 给我们看见 因为他们对保罗的接纳 我们看到这一个的弟兄保罗 就被这个信仰群体所接纳 然后成为将来 在这一个宣教史 在基督教发展的 这一个的情况当中 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一个人 我们感谢赞美神 因为你跟我的生命也是如此 我们爱神 我们因为爱神的缘故 我们能够流入到 在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 我们彼此的相爱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今天我们看到 亚拉利亚跟班拉巴的生命 他们怎么样的接待保罗 他们怎么样因为顺服上帝 而去接纳这一位 在人眼中 是一个仇敌的一个的人 神啊我们 实在被他们的生命所激励 愿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越爱你的时候 你帮助我们 能够去爱我们身边的人 让我们教会 也成为一个彼此接纳的群体 能够成为 你美好的见证人 感谢赞美你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不吝点赞美你